你吃过生鱼片等级鱼包的水饺吗 这一家是位在市场里面的水饺 老板娘周慧珍是生鱼片老摊的第三代 她非常罕见用鱼鱼去包水饺 同时吸引了不少人都来尝鲜 他们家也是全台唯一 还有包进整只虾的鲜虾水饺 爆浆馅料搭配了扎实的水饺皮 让人一吃就爱上了 老板徐毅能还用了红萝卜 菠菜 红麴跟燕麦等天然食材 调配出了水饺皮的自然颜色 店里面他们也只选用三辖鲜甜无腥味的黑猪肉 店家对于食材的新鲜度跟品质都非常严格的要求 所以不沾酱也非常好吃 好 谢谢 我送你五百喔 重合的对不对 还有一个玉米对不对 两包 韭菜两包好 高麗菜 高麗菜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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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人來人往的萬華區新富市場 已經有80多年歷史 可以說是婆婆媽媽們的美食天堂 而許多人都是衝著這一味而來 高麗菜脆脆的 那肉也就是那個份量都很足 然後整個水餃很大顆很飽滿 我都沒幾天就滿小孩子喜歡吃 我就走 沒幾天就過了沒 就是水餃皮的顏色 都是用天然的食材下去做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安心一點 他們好像是用黑毛豬去做的 所以吃起來口感更好 也比較鮮甜 讓人一吃就上癮的是這盤五彩水餃 圓滾滾的外型就像元寶一般 相當的討喜 其中這個生魚片水餃 也是全台唯一 一個全台唯一就只有他們有用 那個鮪魚在包水餃 它吃起來不會有魚的腥味 所以魚很新鮮 現在我下魚肉 這個部位是比較靠近鮪魚的肚子的部位 所以說有時候夏天鮪魚盛產的時候 這些碎肉裡面就有殘雜的一些透露的成分 這個部位是絕對是最新鮮的 它的口感它吃下去比較鬆軟 比較不會那麼澀 太太周慧珍在前面包著水餃 許藝能就在後面忙著備料 其實他原本從事設計工作 創業並不是人生原本的規劃 20年前我是從事那個商業設計 有一陣子比較沒有那麼忙的時候 剛好就我姐姐跟我姐夫 就請我去他店裡面幫忙 因為他們那時候就已經在做 水餃的生意了 那就去幫忙 結果幫忙...到最後 我也幫出興趣就對了 本來我以為我結婚後是脫離這個圈子 結果後來又跳進來了 因為我不想再... 就是已經在這個市場長大了 想說可不可以換個環境生活 對 結果... 一頭又栽進來了 周慧珍是新副市場 老字號生魚片的第三代 雖然嘴裡說著想要逃離 但是看著從小熟悉的環境 其實內心有著深厚的情感 從小到大 但是我們這市場改變了很多 從以前這邊看起來就是髒髒亂亂的 到現在變成有屋頂 然後弄得有整體性 跟以前真的差很多 以前年輕人很少走 那現在年輕人會走進來 因為我們市場現在整修得 看起來還不錯 所以很...而且常常辦活動 所以很多年輕人會進來 他其實也差不多要退休了 這家生魚片大概多少年了 五十...六十幾年了 六十幾年了 從阿公那邊一直坐下來 現在算下來已經第三代了 水餃店轉個彎 幾步路的距離就是娘家的生魚片灘 也是雄青的食材來源 都是當天從那個東港過來的 所以每天先... 每天先量 先做 先賣 其餘 其餘肉質比較粗 比較吃 沒有那麼細嫩 那這個鮭魚比較油脂 你生吃是很好吃啦 可是你做水餃就是油脂太多 也是不好 那就最好說用這個鮭魚 鮭魚那個比較細嫩 吃起來口感就不一樣 體態豐富飽滿 五顏六色的水餃 在鍋裡翻滾跳躍 就像一場舞蹈嘉年華會 黑鮭魚是驚喜 也是創意 提升了餃子的口感和價值 但這樣還不夠 他們還在外皮動了手腳 胡蘿蔔在打汁之前 我們先會把胡蘿蔔清洗乾淨 然後切成塊狀 用新鮮蔬果為基底 餃子皮有了多樣的變化 菠菜汁做出綠色皮 紅色的皮是養生的紅麴 淡淡的黃色就是胡蘿蔔汁的原色 為了做出水餃皮Q彈的口感 許逸呢也特別找了萬華地區 經營一甲子的老製麵廠合作 因為它不加色素 才會有這個不是很漂亮的那個顏色 水餃皮要經過多次反覆的鹽壓 才能呈現較Q的口感 以前我們都有用那個自動的 但是自動的是從頭到尾 就是一貫性下來 沒有再重複原壓 重複原壓 那個皮吃起來 有的時候煮起來會爛 口感沒有那麼好 我們就是慢慢不用那個自動的 我們就是用一半手工 原壓再原壓 我們水餃皮基本上就不要太厚 那軟度的話不能太硬 因為太硬的話 你包的時候餃子會破 對 這個是最基本的要求 另外豬肉是最重要的內餡 對於品質他們也嚴格把關 我們店裡面用的豬肉 是用三峽的黑豬肉 那它採用的部位是 用那個夾心的部位跟後腿肉 後腿肉它會比較肥一點 夾心肉它剛好比較軟嫩 徐憶能說賣水餃看起來簡單 但是光是備料就很繁瑣 這個現象餃子嘛 它如果沒有去腸裡的話 你吃到會沙沙的感覺 吃到嘴巴裡面會沙沙 對 那這樣口感就不好了 這樣很高當耶 一定要啊 因為這是... 因為品質啊 我有跟老闆聊過天 他就說是希望可以包出 像家一樣的味道 所以他們都把料包得很紮實 買回來就是覺得 它就是現包的那種新鮮感 不會像是普通外面買冷凍睡覺 一種冰箱味這樣 它的顏色又特別的 就還滿豐富的 所以在吃的時候 就是會色香味俱全 一個六十個 一個七十五 一個三十五 一個三十五 兩包綜合 等一下喔 綜合 小小的攤位 靠著真材實料 累積了不少客人 但是因為一場突發事件 讓他們差點因此歇業 曾經想要放棄嗎 曾經有 在...也算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那可是因為 那次在萬華地區 發生了大規模的 那個SARS的疫情 那那次的疫情 對我們來講 有很大的衝擊 幾乎是整個市場都沒有人 而且外地人也不敢來買 那差一點就是 我們幾乎會把... 要賣房子 但放不下的是責任 還有那些情意相挺的朋友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客人 都是以前傳下來 跟老爸買...買魚的客人啊 所以不能砸人好爸的招牌 所以在做水餃的時候 會想到爸爸嗎 當然會 為什麼 因為他也喜歡吃 我們家的水餃 他有時候早上 他一忙完就會坐在我這邊 就會來煮個十個水餃吃啊 剛開始真的是都是靠他 今天會這樣一方面 也是因為有爸爸 龜毛不怕辛苦的小夫妻 靠著這點信念 挨過了餃子攤最難熬的時候 除了堅持 還有父親做生意 傳遞出來的價值 我記得他有說過做吃的 就是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嗎 爸爸有告訴你 那點利息嗎 就是說做東西吃的都要實在啊 不能欺騙那個客人啊 東西要實在 客人自然就會上門了 一顆顆紮實飽滿的餃子 包進了美味與絲麵 徐一男夫妻要用真誠打動客人的心 祝inaire 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